阿妹近期重返小巨蛋举办演唱会 没想到三日场次爆出有新冠肺炎确诊者足迹 当天和隔天演出前紧急清销 并更改部分节目内容 500名工作人员的快筛等各项防疫措施 都采取更高规格持续进行 而4月3日到场欣赏的艺人 包含贾静温修杰凯夫妇 以及炎亚伦等人都进行了快筛 并出示了阴性证明 不过今天又爆出4月6日场次有确诊者足迹 因此被北市匡列居家隔离 对此主办单位表示 遵循相关单位处理方式100%配合办理 台北市卫生局局局管科长张慧美也证实 继4月3日爆出两名观众确诊 今天也有两位确诊者 3月6日前往张慧美演唱会 一位坐在特B区 一位坐在子2B区 目前以匡列座位周遭九宫格民众 通常参与者也要求进行自我健康监测 而6号当天参加阿妹演唱会的艺人 有鬼鬼无应杰和YouTuber团体这群人等 鬼鬼经纪人表示 当天他和朋友去看 隔天外景节目有做快筛 索性都是阴性反应 为了保险起见 晚点会再请他做快筛 同时也谢谢大家的关心